如果確定陽性的時候 我們立即給 馬上就在儘管馬上就做處理 南韓MERS怕怕走 疾問群領三透劇本還印 南韓MERS疫情延燒 四十歲韓籍病例 搭基金香港入境中國後 也讓台港中三地大為緊張 在5月26號跟他同機搭乘 韓亞航空從首爾到香港 同機他韓各樣總共是166人 那這部分並沒有台灣級的旅客 那經過我們跟移民署的資料做勾計 就今天早上十點為止 這165人都沒有入境的紀錄 疾管局也確認韓國MERS 再多5起新增病例 疾管局也為此提出因應之道 可能境外移入的這些情形 來做了三個可能的情形來做因應 高度移植的話 我們就把它送到另外的一個停機坪去 那跟其他的旅客做分開 送到醫院裡頭來做進一步的治療 或評估 可能就是說他在機場被我們的檢疫人員 所攔截到了 完全都沒有症狀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給他自主健康管理的 這些的通知書 疾管局強調民眾前往韓國旅遊 不要過度恐慌 民眾到韓國旅遊還無需恐慌 那做好個人衛生房 或者基本準則還是多洗手跟戴口罩 疾管局也呼籲民眾 如果懷疑自己難病 可以主動聯繫 請盡速跟我們1922聯絡 並且在就醫的時候也要告知醫師 然後有這個旅遊席 動訊文 做好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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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